上万年前古人就开始滑雪了 边打脚就可以滑行 这是什么神操作 古代独有的雪上运动项目又有哪些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为您全解密古代冰雪运动史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焕之 咱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要说起最近最受瞩目的事情 那非北京冬奥会莫属啊 前有惊艳四座的开幕式表演 后有努力拼搏的中国冰雪剑儿 一场场紧张刺激的比赛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不过大家关注的还不止这些啊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 很多观众都在想啊 这个古代有没有冬奥会呢 古人又玩过一些什么冰雪项目呢 于是乎朝着这个方向 很多人是脑洞大开 搞出了一些十分之有创意的东西来 比如说这个动画 它巧妙的把冬奥会的现代元素 和传统的绘画艺术结合了起来 不少的网友看完之后大赞 冬奥会入画也太惊艳了吧 还有这个视频 同样让人眼前一亮 当国风遇见冬奥 当现代冬奥会项目穿越回古代 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会不会像是视频里呈现的一样 古人的滑雪是踩着兽皮 手绢代替了冰狐刷呢 那么这些到底对不对呢 古人们有没有开过冬奥会呢 今天的节目换之我 就来揭秘这些问题 要讲起咱们中国人的冰雪奇缘呢 最早可以追溯回 各位啊 不要太惊讶啊 追溯回距今一万年前 这个说法是怎么得来的 有没有根据呢 那是因为上世纪中叶 咱们的考古学家啊 在新疆的阿拉泰地区 有一个重大发现 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岩画 其中有这么一组 岩画上有一排七个人 其中四人尾随牛马等动物 三人弯腰撅臀 手持木棍 脚下踩着长条形的物件 那经过研究 专家最终认定 这幅岩画描绘的呀 就是那个时期阿拉泰人 单杆滑雪狩猎的情景 那么那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呀 旧时期时代的晚期 而旧时期时代又该怎么算呢 从距今约三百万年前 到距今约一万年前 三百万年的跨度 这么算起来 那可不就得追溯到至少一万年前了吗 是这么算出来的 后来这种岩画被认定是 目前为止我们考古发现的 我国范围内较早的 反映滑雪内容的一个形象资料 而岩画所在的新疆阿拉泰地区呢 则被认定是世界滑雪最早的起源地 我说了半天滑雪的起源地在咱们这啊 那么相比于这种形象资料呢 这个中国滑雪的文字资料出现的时间 那就要晚不少了 据专家考证 最早应该是在成熟于战国至西汉初年的 《山海经》艺书当中提到过 它里边记录了一个叫做 丁灵之国的国家 说其民从西下一有毛 马蹄擅走 就是说丁灵国的人呢 膝盖以下都长着毛呢 两只脚走起路来像马蹄一样 飞毛腿 而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呢 还有这样的记载 北丁灵由马静国膝以下生毛 马静马蹄不骑马而走极马 注意这个丁灵经学者研究啊 实际上是丁灵的另外一个称呼 整句话什么意思呢 翻译过来就是 第一句跟前头是一样的啊 说丁灵人 膝盖以下全部都长着毛 后边的描述则有所不同 说他们呢 有像马一样的小腿和蹄子 这使得这些人呢 即便不用骑马 靠着鞭打自己的腿啊 就可以达到日行三百里的超级速度 说得有点悬呢 鞭打自己的脚腿就能加速 后来经过考证啊 专家解密了 真实的丁灵人不骑马 也能跑得飞快的原因 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秘密武器 没错您猜到了 就是滑雪板 而所谓的鞭打自己的脚这个动作 注意到没有 其实是滑雪呀 至于膝盖以下有毛 并不是真的长毛了 那是一种特殊的防寒的装备吗 比如说兽皮 外边有毛的 裹在小腿上 不就是膝盖有些有毛吗 是不是 那在去年呢 有一个全国获奖作品 神还原了古书当中的丁灵人 相信看到这些画面 大家一定会对丁灵人的滑雪运动 有更直观的了解 不过说是运动 丁灵人的滑雪呢 更多的是一种 在恶劣环境当中的生存方式 或者说生存智慧 一方面滑雪让丁灵人出行 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另一方面呢 又扩大了他们的生活捕猎的空间 而到了隋唐时期呢 这种滑雪的生存技巧 在各个北方民族当中啊 就流行开去了 隋书记载 南市为北行十一日 至北市为气候最寒 雪深木马 地多积雪 距现坑井 骑木而行 这里头说的骑木而行 指的是他们骑着木马行走 这么说各位脑子里边 是不是第一时间想象的是这个木马啊 古人下雪天 骑着这个木马走 这得是什么画面呢 不是这个啊 停止你们的想象吧 隋朝称之为木马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那个年代的滑雪板 为什么叫木马呢 因为它由木板来制成 再加上呢 靠它滑行 能够达到行走迅速的效果 犹如骏马一般 所以才得名木马 那这个滑雪发展到了隋朝呢 它不仅是更流行了 而且有了升级了 那怎么个升级法呢 史书记载 在隋代西北甘肃一带 有一个巴西弥部落 国多雪 横以木为马 雪上逐鹿 其壮四顿而头高 其下以马皮顺毛衣之 令毛浊雪 而滑如浊泻喜 富之足下若下板 走过奔路 若平地屡雪 即以仗次地而走如传言 上板 即手持之而登 这一段其实是对 巴西弥民族滑雪情况 以及滑雪板制造情况的 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古代的滑雪板 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跟这张图差不多 主体是一个长长的 像盾牌一样的木板 前头是翘起来的 跟咱们现在的滑雪板 挺相似的 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呢 就是左边这个 古代滑雪板的上面有毛 这个就相比之前的 有升级的地方了 加上动物皮毛之后呢 滑雪板与雪面接触 减少摩擦的效果 比光秃秃的一块木板更好 还有啊 它可以控制速度 你想啊 滑雪前进的时候 它的皮子 着地的毛尖朝前 它就是顺茬的 这就加快了滑行的速度 而如果滑行上坡呢 皮子毛尖就是朝后的 它就形成了啊 这个枪茬 这就好比是啊 开车脚下带着刹车在走 就有防止倒退下滑 以及减速的作用 与此同时呢 当时的这个滑板呢 还有一个升级啊 滑雪板有一个升级 什么呢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 刚刚那一段 有一句叫做 若平地滤雪 即以仗次第而走 就是说 当在平地上滑行的时候呢 古人还要依靠滑雪仗 来驻滑 刺地啊 助力 这个说起来是不是就很有画面感了 大家脑子里的画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眼尖的观众应该注意到了 这就是北京冬奥会比赛现场的一些照片 相信大家之前看到 不会觉得有什么 可现在结合我刚刚说的啊 再看 仔细想想 选手的这个动作 其实不就是在 以仗次第吗 当然了 选手们的以仗次第 是在运动 在比赛 而那个时候的 巴西迷人以仗次第的滑雪 更多应该算是一种出行手段 啊 现代人开车啊 他们冬天滑雪 那你要问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滑雪成为了一项正经八百的比赛运动的呢 这个准确时间呢 目前还说不出来啊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古代滑雪运动啊 作为运动项目啊 的确是存在的 那都有什么比赛项目呢 第一个 切尔齐克滑雪 参加这项比赛的运动员呢 主要是来自于 中国的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 克者人 那么这个怎么比呢 他们比赛场地一般会选在 两个相对的山头之间进行 距离一般在1.5公里左右 先从一个山头啊 这个滑降下来 然后再沿着上另外一个山头 谁先完成啊 谁就获胜 实际上这个切尔齐克滑雪呢 与我们冬奥会的一个项目 高山滑雪很相似 再来说第二个 叫做雪中爬里 什么是爬里啊 简单来说呢 就是用两根两头薄 弯成这个弓形 而且向上翘的粗木杆子做边缆 然后前后各有两根立柱 两边有四根撑子围起来的东西 这就是像什么呢 冬奥会有一个比赛项目叫做雪车 也叫做有堕雪橇 你可以把爬里啊 理解为是减一百的雪车 那么我们知道啊 现在的雪车呢 是建立在速度和空气动力学的基础之上 圆锥形玻璃纤维的头部 四个明光闪亮的轮子 都是有助于选手高速完成比赛的 比赛开始的时候 选手尽自己所能快速推送雪车大概50米 然后赶紧跃入车内 最终谁先到达终点 谁就获得胜利 讲起来简单啊 但是它背后涉及到的科学原理呢 相当复杂 所以呢 这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比赛项目 那么在古代雪中爬里 那就比较简单了 它也是比速度啊 但是它不是靠科学助力 而是靠狗来拉啊 矗力的 更像什么呢 这张图狗拉雪橇啊 是不是 比赛呢 分为两种 一种是从高处向下滑的 另外一种呢 是在平地上进行的 同样是根据到达的先后顺序来定名次 这就是雪中爬里 第三个比赛项目 听上去可能就比较稀奇了 叫做赏雪 啊 这什么比赛 其实呢 这反而是古代最传统的PK项目 就是做诗啊 先观雪 赏雪 然后再做一首诗来 勇雪 赞雪 谁的诗好 谁就获胜 那这可以说是古人的拿手好戏了 像卓文君的 挨如山上雪 角若云间月 用雪描绘了 纯洁的爱情 柳宗元的 孤舟索利翁 独调寒江雪 表达的是 亲近高远的心境 而曾深的 山回路转 不见君 雪上空流 马行处 暗含的是对 有人的 一一惜别之情 这些啊 没准都是当年 优秀的参赛作品 是吧 甚至是获奖作品 也未可知 可惜啊 现在冬奥会没有这个比赛项目了 不然咱们的奖牌数肯定要多几块啊 包揽也未可知 好了 讲到这里呢 关于古代的雪上竞技项目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但我们都知道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雪上进行 比如说跳台滑雪啊 越野滑雪啊 丹门滑雪啊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高山滑雪等等 另外一种呢 就是冰面上进行的 比如说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 冰壶 冰球等等 那古人有多姿多彩的雪上运动 他们在冰面上又进行过什么运动比拼吗 当然有了 而且跟各位先剧透一下啊 比雪上运动要丰富的多 精彩的多 具体有哪些咱们下节说 清朝统治者为何偏爱冰上运动 连续举办几次运动会都有哪些比赛项目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相比于雪上运动 古代冰上运动的出现时间呢 要更晚一些了 据现在的资料显示 最早的介绍人之一 应当是唐代政治家杜佑 他在自己编撰的《通典》里边 描述了当时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 叫做拔野谷的滑冰故事 所谓的木脚 其实就是溜冰鞋啊 穿上这种鞋就可以在冰上逐鹿了 追击各种猎物 当然了 按照我们目前的眼光来看呢 这明显不具备成熟的游戏 或者说是竞技性 但是它算得上是古代滑冰运动的雏形了 不过这种滑冰活动呢 主要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里边 而在中原地区流行的是另外一种运动 叫做脱床 听上去有点怪啊 怎么玩啊 明代的宦官叫刘若瑜 他创作的史料笔记 卓中志是这么介绍的 至东冰洞可脱床 以木板上加胶床或稿件 一人前引绳 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飞 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在冰上拖着床 有点类似现在的冰车 冰锹啊 这一类冰上滑行器 据说在明朝的北京城 到了冬天呢 会出现一个奇景 那就是上至达官贵人 下至普通老百姓 都争着抢着要做脱床 可见这项运动 在当时有多么的受欢迎了 用现在一个流行词来形容啊 脱床可以算得上是 明朝的一项国民运动了 那到了清代呢 冰上运动迎来了 史无前例的大发展 由于清代统治者 原本是生活在 白山黑水之间的 古老民族女真人 东北地区冬季严寒的自然环境 不仅塑造了 他们勇猛飘悍的性格 也让他们对于 偏向于技巧比拼的冰上运动 有了一分偏爱 从历史资料上显示呢 清朝统治者们 尤其是诺尔哈赤啊 黄太吉啊 以及康熙帝啊 乾隆帝啊 对于冰上运动啊 他们可以说是相当之痴迷 为什么要特意点出这几位呢 那是因为在他们统治的 那个时期 都分别举办过 别开生面的冰上运动会 当时称之为冰西 那么运动会上都有些 什么样的比赛项目呢 史料记载 诺尔哈赤时期的运动会 举办时间是在天命十年 遗丑春正月初二 举办地点呢 是在辽阳的太子河兵面上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有众福进 巴奇朱贝勒福进 蒙古朱贝勒福进 众汉官及官员之期 这些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叫做冰上踢球赛 这是一个男子比赛项目 由刚刚说到的贝勒们来参加 具体的比赛的过程 类似于踢足球 只不过呢 这个是在冰面上举行的 在规定的时间内 哪一方进球数多 那就是胜利者 第二个呢 是一个女子项目 叫做女子跑冰赛 简单来说 就是在冰面上比跑步啊 但是它呢 比较特别的是 起跑线和终点的位置 跟我们现在的不太一样 设置在哪呢 比赛场地是一个 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的冰面 参赛选手站在左右两侧 这是起跑线 而终点呢 是这个冰面的中央 所以比赛的过程 就是两侧的选手 向中间跑 谁先到达 谁就获胜 很有可能在中间就 砰撞上了 因为冰面上滑嘛 是不是 那这就是 努尔哈士时期 举办的冰上运动会 相对来说呢 规模比较小 而到了乾隆年间 这一届运动会的规模 那就大得多了 说它是古代版的冬奥会 不为过 这是因为在公元 1745年的时候呢 乾隆皇帝 办了一件大事 让办冰上运动会 这个事的意义呢 变得又非同寻常了 什么事啊 他亲自啊 做了一篇赋 这篇赋的名字叫做 玉制冰西赋有序 详细讲述了 冰西的历史啊 定位啊 开展的项目有哪些啊 历届冰上运动会办的怎么样啊 等等等等啊 还有当时的盛况如何如何吧 可以说这是一篇对于冰上运动大会 全西扫描式的宏观的杰作 而这篇杰作的诞生标志着冰西活动 已经陡然上升为国制了啊 说的更加直白一点呢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乾隆皇帝突然就官宣了 哎 开冬季运动会这个事 现在是国家大事了 大家要重视起来 有皇帝一发话 下边人肯定立马照办 不仅照办 上游所好下臂甚至 那么怎么体现出这个重视程度呢 这主要就体现在运动项目的增加上了 那么都有些什么项目啊 第一个叫做强等 那这是一个竞速类的项目 实际上有一点类似于今天的速度滑冰 参赛选手穿着冰鞋 列队站好 在队列前拉一条长绳 发零炮一响呢 选手们就向终点跑 谁先跑到谁就是赢家 这张图呢 是某一次强等的比赛画面 看得出来这项运动参与人数呢 还是比较多的 比赛现场也是相当激烈 不过要说这个清朝的冬奥会 最激烈的项目 那还是第二个比赛项目 它叫做冰上抢球 它的激烈之处在哪啊 再给各位看一张图 上面画的就是某一次抢球的比赛 参加抢球比赛的八期兵变 一共分为四个方阵 他们穿的是一种双齿的特制冰鞋 这个可以起到防滑的作用 具体怎么玩呢 各位看到没有 这里头的参赛队员呢 穿了两种颜色的比赛服 红的和黄的 比赛就在红队和黄队之间展开 而裁判呢 这个角色一般都是由 预先侍卫来担任的 他们把球啊 高高的抛起 或者是用脚踢出之后呢 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这个时候双方队员就开始抢球了 得球者带球前冲突围 或者将球传给队友 最后把球投入到对方的球门 就算得分 规定的时间之内 进球多地方 获胜 这听上去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 这又跟足球很相似啊 其实不是跟足球很相似 应该说是跟手球比较相似 因为这个抢球有一条规定 是参赛者在整个过程当中 不能用脚 只能用手来抢 可想而知啊 这个冰上手球 是吧 比赛过程当中 应该是充满了肢体冲突的 有对抗 非常激烈 这就是当时的冰上抢球 那么接下来 再跟各位介绍一个比赛项目 这个呢 就比较偏技巧性一些了 它叫做转龙射球 这可是集冰上滑行 跟射箭融为一体的 冰上运动项目了 怎么比呢 比赛场地有两个门 上面各悬挂一个球 一个叫做天球 一个叫做地球 每个参赛选手呢 都会发三支箭 他们必须沿着这个 规定好的线路滑行 滑行的过程当中 你找机会射箭 整个过程当中呢 谁射中的球多 谁就赢了 所以啊 它的名字里有射球两个字 那为什么前头 还有转龙两个字呢 那是因为 这个规定好的比赛 线路它不是直打 它是弯打 趋利拐弯 远远望去 这个比赛现场 它那个赛道啊 就好像是一条弯曲的冰上长龙 所以称之为转龙 好了 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个比赛项目 它的名字叫摆山子 这有什么比赛项目啊 听着好像很难理解啊 很难想象 其实有点类似于现在的 团体花样滑冰 在指定的比赛场地 运动员呢 团体参赛 大家在滑行的过程当中 做出各种的花样动作 不同的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固定的 提前设计好的动作 而在当时啊 这是随机的或者说是随性的 比赛选手可以根据情况自由发挥 谁发挥的好 谁赢啊 谁的动作精彩 难度大 谁赢 好了 以上的四种 就是清代的冬奥会的主要比赛项目了 总结一句 相比努尔哈士时期的冰上运动会呢 这一届运动会 不光项目数量增加了 每项运动的参赛人数也增加了 比赛的种类也增加了 有偏这个竞技类的 也有偏艺术类的 所以呢 不仅规模更大 也更丰富 不过呢 所谓的丰富 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什么呀 我们知道啊 冬奥会除了扣人心献的比赛之外 他的开幕闭幕式 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呀 就像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 他的开幕式就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从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到黄河之水天上来 从兵力方逐渐破碎到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破冰而出 每一个环节在体现未来感的同时啊 又处处彰显了中华韵味 我觉得有一句点评 说的挺到位的 那就是看完了整个表演 你脑子里边就会出现一句话 那就是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人的浪漫 那其实在清朝举办的冬奥会呢 也有开幕式闭幕式的 表演也相当震撼的 那主要表演什么呀 跟各位介绍一下啊 主要有三 第一个叫做溜龙 其实就是大型团体体操表演 所有的表演者呢 根据总指挥台的指挥 去变换阵型 一块变成一条大龙 一块呢又变成一条小龙 再过一块又变化成二龙细珠的造型 那第二个表演呢 叫做亮牌啊 又称之为堆阵图 这个是怎么表演的呢 所有的参与者 右脚同时以兵刀的前端 缝头坚持 做一个点兵的动作 借着同时抬起右腿 然后左脚发力 以最快的速度将整个身体左旋起来 大概呢 就有点像现代的花样滑冰的 这些个旋转姿势了 不过它不是单纯的这么一个动作啊 而是连续性的一整套动作 左旋滑行一丈多之后呢 表演者要换腿 重复上述动作继续滑行 一左一右为一组动作 如此重复九组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表演了 整个表演难度系数挺高的 但是唯一的缺陷就是动作比较单一 实现一场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对吧 那为了改善这个问题呢 清朝人开始大胆创新了 他们研发了一个新的表演 叫做一马十三式 表演动作有一种 加到了十三种 表演者可以在场地里边自由发挥 切换动作 只要是在规定的十三个动作之一 就行了 这跟我们现代的这个花样花瓶 就更为接近了吧 对不对 好 讲到这里呢 关于古代的冰雪运动 就揭秘的差不多了 节目的最后 换之我想多说一句 在冬奥会的舞台之上 不管有没有获得奖牌 中国健儿们 你们在赛场上突破自我 拼搏奋斗的出色表现 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你们是最棒的 获得冠军的就是 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 古爱玲 隋文静 韩聪 中国选手获得了冠军 好 今天节目就以 这一声称赞作为结尾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和抖音号江西卫视 敬点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五行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上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